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今天为什么画这么志的? 化繁 Wikっぱ 真是秘密的 揭媳妇 内缘性好不好 我讲买什么特别 我这边书买怎么样 当初我们俩基本上就一个星期会去一家网红或者是比较知名的一些咖啡店 然后去看一下别人怎么装的 我们这是第一次装修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就像工业装 但是家人又不能完全接受那种清水泥钢结构 然后外露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又添加一点北欧风 在装修期间然后又流行了一些比如说黄铜或者之类的元素 然后我们就慢慢往里面租就变成现在这种风格 但是还挺和谐的 我们虽然比较满意 我们家改造的东西比较多 反正就是大开脑洞吧 就是怎么时髦怎么来 洗手间这边坐的是古仓门 这边本来是这边有一个进钱灯 然后我没有需要这个进钱灯 所以让店工师傅帮我改成一个插座 当时大家都会说 你家装饰画好好看啊 是在哪买的 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装饰画 这个里面是电热水器 五金方面还有置物价 我选的基本上都是黑色的 垃圾桶 是手这样子照一下 然后它就打开了 然后过三秒它自动就关上了 还挺推荐的 这个古仓门假如这样子拉上 然后这边就是保持卫生间一个密封的 我们俩都是做服装设计行业的 我就是典型的巨蟹 就像星座说的 双鱼和巨蟹是百分之百最大的 我们俩现实生活中应该也是这样的 我们家层高是比较低的 只有两米一五嘛 然后如果常规做法 然后上面的吊柜会通过来 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要稍微想一下 所以说说我们家就是感觉有点像商业空间 其实我觉得是在几个点的表现 包括这个铁网 咖啡这边区域呢 是因为我们俩都挺喜欢喝咖啡的 应该算我们一楼的一个核心 当时就想这个咖啡机这么大 用一个什么来摆放它呢 假如是用一个餐边柜 体积又太大 这样子就感觉我们家除了厨房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款它其实是一个站立式的操作台 体积也挺小的 而且外观也挺好看的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是圆木色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喷了它好了 装修的时候我觉得 还是大概都是听它的理解 然后我只是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们两个有时候会讨论 辩论双方 最后谁赢了 就是听谁的 当时我有点希望是信仰弹的感觉 尽量都是干净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后面我老婆很喜欢逛电 然后会买很多东西 如果再放个电视的话 就感觉 太常规了 我们不想那么常规 所以 选一个投影衣 卧室其实当时我们也是想跟楼下做比较搭的那种黑白配 但是在装修期间比较流行这种绿植的元素 还有黄铜的元素 所以我们把一些 比如说面板 就会换成一个黄铜的面板 一些装饰品也基本上是用的黄铜色的 二楼的那个采光 相对于一楼来说比较好 窗户这边我们就是用了那个百叶窗 我们俩都不是那种凑合的人 就是想把生活过得稍微精致一点 我的生活习惯就是 拿到的东西从哪拿就必须放回哪 你打开的就说你呢 不过分 打个比方 如果有一瓶发酵 我们要盖盖它 它就会一直让它亮到干 然后干了之后会跟我说 你看你把这个亮干 因为我们家整体的风格 我觉得假如有出现像空调 或者洗衣机这种东西 假如外露在外面 实在是影响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计划把它给隐藏起来 就是大多数的家电品牌 其实它跟你的装修风格是很跳的 如果你没有那个经济预算的话 你一定要自己想办法把它加工一下 所以我们家现在就出现了很多 就是我们改造过后的这种情况